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雪菜烧鱿鱼仔 今天这鱿鱼仔全部满满的高 用手一按它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来处理一下它 用剪刀里面有一个黑膜 给它取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后面有一个骨头给它拉出 再把眼睛戳破就可以了 现在黑膜骨头都取干净以后 接下来用清水清洗干净 把鱿鱼中间开一刀 帮便露味 里面的高肉又容易熟 满满的都是高 接下来我们准备点辅料 先抽离雪菜 咸菜不用过于太细 也不用过于太长 切成一厘米左右 切一点椒白丝 切点姜丝 蒜切片就可以了 切点葱白 现在走料辅料都准备好了 水开以后下了葱段 蒜片 姜 加点料酒 去一下腥味 走个半分钟 味道出来我们就可以放进小鱿鱼了 现在盖上盖子 烧开以后煮八分钟就熟了 现在鱿鱼烧到六分钟了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水也烧的差不多了 再加椒白丝 雪菜 盖上盖子 再煮两分钟即可 好 现在时间差不多到了 打开盖子 这咸菜有点咸 不用加盐 我们加点鸡粉就可以了 雪菜烧鱿鱼仔 要带点汤汁 葱锅前撒点葱花 点缀一下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 今天一道雪菜鱿鱼仔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